香港教育故事系列 来到第四本了 《成教成传 九龙学校的故事》 目的是回顾九龙区的教育发展历程 也兼及该区历史 九龙塘、加多利山、窩大陆杜山 这些区校临隶 究竟有什么历史议员呢? 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其实细心留意九龙区的街道 例如那沙利道、培政道、曾江里等等 原来都可以找到教育历史的足跡 挺有意思的 上世纪中期 本港画院盛行 戏剧表演兴旺 学校的艺术教育功不可没 可以说营造了九龙区文化艺术的氛围 除了史料 本书更透过六位作家的文字 让大家感受区内人民生活面貌和社区空间的变迁 我和编著团队一起走访多间九龙区学校 由各位校长、老师和资深校友 亲自分享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校园生活 就话说1906年9月18日 当时一场很猛烈的预风 就吹着香港 这样就几乎大部分海面的船隻都吹沉了 本身我们校服很特别的 是白色的长衫校服 有别于其他学校很多都是蓝色的 我们本身就是圣洁 如果教育的话 就是品格是高雅 我有时会从沾沙水走到学校 那时候花师费多少钱呢 一两毛钱都要限 因为我们希望那些小朋友 中二间学校 接着两位校长就是种东西 中树 门口有些花 小的花 通常吃完午后 回午后有小息会买个面包 或者买些东西 我没有这个预算 丰富的访谈内容 会上载到本书网站 让大众都能够听到 这些九龙学校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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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